有地產商送出千萬元的單位抽獎 被已接種新冠疫苗的市民 開始接受登記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近期疫苗預約和接種數字上升 但要繼續努力 要抽中價值一千萬的單位 要先在相關網站登記 輸入個人資料 參加者要是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居民 暫時無需提供接種兩劑疫苗的證明 網站說領獎時才出事 屆時會向政府核實 抽獎由信和集團旗下的慈善基金 和華人置業集團合辦 大獎是觀塘海會議期 大約449平方尺的一房單位 約值1080萬 二獎是10萬元預付卡簽帳額 或者信用卡面找數簽帳額 名額20個 永久和非永久居民都可以參加 最遲9月1日經網上登記 結果9月8日公布 資料顯示自信和和華致公布 抽獎後 接種首劑疫苗的人數持續上升 去到上星期六有超過36,000人 創新高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至今各界提供的疫苗獎賞 累計達到1億8千萬 而近期接種和預約數字明顯上升 和國際對比來說 我們亦不算很差 在亞洲香港的接種率僅次於新加坡 而在國際上當然 大家看到接種率很高的地方 包括以色列、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州份 都開始在計劃放寬各方面的措施 這也是我們抗疫到這個階段的目標 所以在此再次呼籲大家要繼續支持疫苗的接種計劃 不過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認為 接種率相對於新加坡仍然有一段距離 他說大部份市民對接種仍然處於觀望態度 估計按現時速度 9月底的接種率難以達到七成群體免疫水平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軒不道